美国的CPI指数已经降到3%了 可是美联储迟迟还不降息 这场金融战他真的以为他能战胜中国吗 长久以来全球各个地方的市场都在盼望着美联储的降息 很显然美国过去一年以来连续十几轮加息的行为 已经使得全球各国深受其害了 这样的高血压说实话不单对全球经济摧残很严重 美国自己也未必能一直挺下去 尤其是最新刚刚公布的数据 6月底美国的CPI指数已经降到3%了 和美联储对通胀的控制目标2%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 但是面对这样的状态美国还是不降息 市场乐观预测到9月份美国可得降息了吧 而悲观情绪则认为很有可能美国要一直强称 今年之内都不会降息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其实挺盼望美国赶快降息的 为什么 美国一年多以来的加息行为 真的让我们也是倍感压力 中美两国之间货币的利率差在不断的拉大 美国这边加息 我们这边实际是降息 所以我们当然有资本外流的风险 而另一方面不断的加息 大把的资金有可能要汇集到美国去 很多国家都会出现资金外流的情况 所以很多国家都受不了 尤其是在不断加息的状态之下 很多国家的国内经济也撑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们 已经一个一个率先反水了 加拿大已经宣布降息了 欧洲也宣布降息了 日本更是根本就没敢跟着涨息 为什么 大家当然清楚你降息的危害 你本币和美元之间的利差加大 有可能会进一步造成资本外流 但是没办法呀 这个高血压如果不解决掉 各国经济会先崩的呀 那么美国为什么还要执意不降息呢 究其原因就是过往几十年来 美国用这套先大放水再加息的方法 已经收割了一轮又一轮了 美国觉得这样的方法 似乎可以再用在我国身上 再好好的收割一把我国 从当年的日本广场协议 到亚洲金融危机 到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这套组合拳 在过往几十年间 打的是非常的顺畅 先大水慢盖狂印美元 反正我这边印的是纸 你拿到那边就是美金 使得各国的资金充沛 资产价格不断飙升 然后美国突然一加息 大把的美元回流美国 各个所在国的资产价格狂跌 跌到一定程度呢 华尔街资本就可以入场收割了 所以过去几十年间 不管是日本还是东南亚各国 还是欧洲各国 通通成为了美国资本收割的对象 而这一轮也是这样啊 美国希望沿用它过往几十年的战略 对全世界完成收割 尤其是对我国也完成收割 可是很显然 这一次美国遭遇到了硬产 为什么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说法 我们是全球最强大的工业国 我们的工业产值就是美国的两倍以上 日本的三倍以上 所以我们底气十足 你无法对我们进行收割 尤其是今年上半年以来 我们清楚的看到 由于美国还在维持加息态势 所以呢 事实上美元对亚洲几乎所有主要货币 都是升值的状态 尤其是日本 日本真是倒了大霉了 到目前为止 一个美元能兑换超过160日元 这已经创下了几十年来的新高 但很显然 这还没有结束 很多人甚至预估 未来有可能啊 一个美元能折算200日元以上 那么可能在今年年内 日本什么都没做 印度什么都没做啊 以美元计价的GDP啊 印度就会超过日本 那日本将迎来的不是失落的三十年 而是大踏步倒退的三十年 可是同样是亚洲货币 我们却发现啊 人民避险的异常的坚挺 当然美元对人民币呢 现在大概是1比7.3 也确实人民币不算高 但是相比于其他货币呢 我们贬损度是很小很小的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人民币又有了升值的态势 为什么在中美利差 如此之大的前提之下 人民币还能保持坚挺 要知道也就在两三年之前啊 中美利差是我们比它高啊 人民币的存款日益 20%左右 美元的存款日益是零啊 可是短短这两年的时间 我们降了那么一点点息 人民币的存款日益 大概是1.5到1.7 而美元的基准日益 已经飙升到5.5%了 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 逆差两年之间大反转啊 一上一下之间 有接近10%了 可是在如此巨大日差的诱惑之下 人民币还是保持了足够的坚挺 为什么 以往的节目我们就说过 一个国家的货币的币值 往往和这个国家的经济 基本面有关 美元虽然可以不断加息 但是它加的都是虚火呀 大把的美元回流美国之后呢 没有进入到制造业 而是进入到虚拟产业和金融产业之中 所以我们看到美股确实在上涨啊 美国股票不断的飙升 但是反过来呢 美国商业地产的债券 却出现了爆雷 为什么 因为美国商业地产租不出去了 拿不到租金了 大量的商铺写字楼空置 这不太奇怪了吗 按道理讲 一个经济体特别的火热 大把的资金回流 市场一片繁荣景象 你应当这个写字楼啊 商铺啊 供不应求才对啊 可是美国恰恰没有这样 这就说明啊 美国的所谓繁荣 它是虚火 是你这个高利息带来的 而且是很难维持住的 另一方面呢 当全球各国因为美元加息 美元回流 而面临资金短缺的情况下 诶 我们适时的对他们进行了帮助 要知道 我们可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我们的外汇储备常年是超过三万亿美元的 所以当此之时 我们当然可以拿出大把的美元 借给那些国家 让他们发展和我们的双边贸易 尤其是呢 我们还鼓励他们跟我们签本币互换协议 双方多方在进行外来贸易的时候呢 可以使用本币结算 这样一操作就等于大大的阻碍了美元在全球的流通 过往几十年来 由于美元是世界通用货币 所以呢 美国就天然占了这个便宜 美国就可以无限制的印钞 把白纸变成真金白银 而世界各国还必须得使用 所以每隔十年左右呢 美国就可以利用它这个美元的潮汐武器 先放水再加息 来收割其他国家 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呀 因为美国不单有美元这个武器 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你必须得使用美元 然后你就必须接受被它收割的命运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很多人都说这场高血压和低血糖之间的战争 要看谁的底气更足 谁更撑得住 美国的底气是什么呢 美国的底气是它有美元这个世界通用货币 它可以把白纸印成真金白银 但是它这个是虚火 它的钱没有进入到实体循环 我国的底气呢 是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 我们是世界工厂基建狂魔 而且我们还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 这使得我们能够在和美国的金融战中啊 战得先锋 尤其是俄国战争以来啊 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了美元的危害 只要你还在使用美元 你就在为他人做嫁衣裳 只要你还在使用美元 有朝一日你就有可能成为美国政府打击制裁的对象 所以全球60多个国家开启了去美元化战略 像俄罗斯那样的国家 甚至把美债通通都抛空了 是的 美债也是美元的另一大风险 很多经济学家都指出 美债总数现在已经超过35万亿美元了 美国如果还不降息的话 大家可以想见一下 每一年他光支付国债的利息就要超过1万亿美元 比他的军费还高啊 所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经常性的出访他国 他的主要诉求就是希望这些国家来购买美债 美债始终是一种债务啊 你得有的国家对美国经济有信心 对美元有信心 才愿意花钱去买美债 去支持美国的国家建设 但是如果大家都不买了 或者说大家都认为美元未来有崩盘的风险 美债未来有崩盘的风险 美元加息之后 这个泡沫越吹越大 未来有一天会砰的爆掉 那么大家都不买 这一天就会提前到来 所以我们说啊 在这场高血压和低血糖的金融战中啊 美国凭借的无非就是他的美元武器 但是随着泡沫的越吹越大呢 他有可能掌控不了 而我们所凭借的呢 是我们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 就像我们以往说的那样 美元之所以成为世界通用货币 最开始它的锚定物是黄金 后来它的锚定物是石油 而沙特最近已经不准备和美国续签那份 长达50年的石油美元协议了 那么我们的锚定物是什么 我们人民币的锚定物是我们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啊 全球各国都要主动的和我们做生意 购买我们的工业制成品 而在去美元化的态势之下 人民币会获得更大的使用范围 所以我们这个锚定物显然是更加的坚挺 美国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想利用它的美元优势啊 再挺一阵 虽然全球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应当赶快降息 但是美国可能或多或少觉得还是有点不甘心 因为这一轮加息它没有赚到更大的便宜 最为关键的是它没有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 换句话说它没有能够从我国身上捞得多大的便宜 而一旦降息之后 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日差急剧减小 资本外流的情况不复出现 人民币对美元可能还会升值 美国这场金融战就有可能完败 所以老美似乎还想再挺一段时间啊 再挺几个月 9月份之前是肯定不会降息的 那么到年底之前 是不是也不降息呢 可问题是以美元和美债现在的状态 它还能挺多久啊 我们真是建议美国合则两立 何必这样斗下去呢 再斗下去 我们当然会受损失 我们是希望美国降息 两国携手共同发展的 但是如果美国一意孤行 继续不降息的话 那么这个高血压 有可能真的给你变成脑出血脑梗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